又是官员失言吗 我们带您看看台中市议会总直询的画面 议员询问官员 碰上地震该怎么避难 台中市金发局局长他回应说 如果正在上课会叫学生安坐其位 不要乱跑 接着又说平日做好事 不要紧张做好 结果亏心事一说呢 不仅是让直询的议员听了当场傻眼 连市长胡志强也当场表态不赞同这样说 市政总直询 议员点题 一旦发生地震 上课中的老师和学生要怎么来躲避 比较不会受伤 请你回答 就怕地震来了被安装 议员出了这一题点名台中市金发局长 只见局长接招立刻作答 如果碰到这种状况 我都跟我们学生讲 平日都有做好事 做好事 做好事 不要紧张 做好 大概都是这样 地震要躲去哪 局长怎么扯上平日做好事 此话一出让直询议员当场傻眼 你说的太简单 安伦安心的坐在位置上 天塌下来就是被压死 但是到处乱跑也是很危险啊 好好好 哇我知道这个博士的高论 市长你有没有听清楚 议员出的地震逃生这一题 就连市长也不能幸免 胡志强硬着头皮做回应 结果市长的答案 我也不太赞成 王局长讲的说 如果你没有做亏心事 就坐在椅子上 不会震到 那被震到的人 难道被杀害的都做坏事啊 结果市长也不赞同 局长的亏心事一说 因为议员在直询台上说 327强震发生 当时有国小科任老师 自己逃出教室外 还有学校男老师 规定学生不能躲 要继续上课 为了学生安全问题 明代直询也是担任教职 还在大学教书的 金发局长 任谁都没料到局长先生 会这样回答 我都跟我们学生讲 平日都有做好事 做好事 做好事 不要紧张 做好 中天新闻中部综合报道